這股女老師一臉痛苦躺在單架上 女老師常按喇叭加上搜救人員 透過手機跟她對話 鎖定位置 將她救出 救難人員必須往上爬 但山坡滿是樹枝 讓搜救任務增添不少難度 拖得過那塊石頭 再來喔 女老師痛苦哀嚎 因為雙腿無法平放 好不容易救難人員終於從15公尺深的山谷 將她抬到可以進行調劃的地點 最後推上救護車送醫治療 事故發生在19號下午一點多 31歲廖姓女老師行進苗六十一線 8公里山陽窩段 疑似為了閃避對象一輛機車 整輛車就衰落15公尺深的山谷 用電話跟她做聯絡 請她聽那個九腰的警鈴聲 然後確認她衰落的地方 我們接近她的時候 她是說脖子頸椎會痠痛 然後會有想吐的情形 醫護人員仔細檢查 廖姓女老師的同事 也在一旁滿臉著急 女老師怎麼也想不到 從泰興國小 要去大湖國小研習 卻衰落山谷受困 還好命大 及時救援 撿回一命 記者彭志明 韓智欣 林佳穎 苗栗報導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çaぁ